事实上整个乌克兰东部面临俄军的全面攻击 很多地方是进入巷战 乌克兰官方表示 顿巴斯战役已经全面启动 俄军是加强大炮火箭攻势 这只是揭开序幕 美国国防部的情报是 俄军在乌东增加了迎击的战术群到76个 而乌军的情报指出 俄军目标是完全要掌握顿内刺客 卢干斯克还有赫尔松这些地方 而且也会加强乌克兰西部的飞弹袭击 西部最大成交利维夫 也第一次出现了平民不幸牺牲死亡 经过多日整军和增援 俄罗斯对乌克兰入侵进入第二阶段 沿着乌东长约480公里前线 全面发动地面攻势 加强大炮和火箭袭击 要拿下乌克兰的工业地带顿巴斯 乌克兰参谋本部表示 俄军已加强在顿巴斯区域内 以及乌西最大城距北约国波兰仅80公里的利维夫 击中一家正准备开门的汽车维修厂和三处军事仓库 造成至少7人死亡11人受伤 当中包括一名孩童 俄乌开战以来 利维夫一直是平民逃难的避风港 也是北约提供武器的主要门户 这显然大大激怒克里姆林宫 而在乌东位于卢干斯克州的小城克尔米纳 在俄军重炮攻击下已被拿下 至于南部战略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 死守的乌克兰国民警卫队亚速团指挥官表示 俄军已经开始对乌军躲藏的钢铁厂 丢俗称碉堡克星的地堡炸弹 莫斯科声称俄军飞弹成功袭击乌克兰东部和中部 数百个军事目标 包括弹药库指挥部以及部队和车辆 根据美国五角大厦评估 现在俄军有76个迎级战术群在乌东和乌南 高于上周的65个 代表集结约5万到6万兵力 专家分析 目前乌克兰的战术就是尽可能在马里乌波尔 拖住俄军脚步 因为一旦俄军完全掌控 将可释出十多个迎级战术群转战顿巴斯 其他地方 现在俄军试图联起从盾内刺客到东北部城市 19母的战线 占据交通要冲 好阻断乌军在乌东的退路 就在这个时候 遭乌克兰当局拘留的亲俄政治家梅维楚克 在乌方释出的影片中 呼吁俄乌两国总统进行换球 把他交给莫斯科 换回受困马里乌波尔的乌军和平民 同一时间 俄罗斯国营电视台也播出 俄军在乌克兰俘虏的两名英国大兵画面 他们要求英国首相强森 拿俄罗斯总统普亲盟友梅维楚克来交换 不过外界对双方实际的状况无从证实 就希望能够到